老头 我们到底跟谁吃饭啊 这么神秘 到现在还不来 见了面你就知道了 那个臭小子还瞒着我 你跟我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 我要知道这事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路上堵车我们来晚了 不晚不晚 来来来 快去吧 萌萌走 萌萌走 好好 这就是萌萌吧 姑娘长得挺漂亮的 萌萌 这是楚叔叔 叔叔好 好 姑娘长得漂亮又懂礼貌 这都是亲家母你教育得好啊 爷爷你没事吧 没事没事谢谢 要我说呀 还是亲家你教得好 萌萌这孩子 人长得好又有本事 我和萌萌的爸爸 都可喜欢他了 哪里哪里 两个孩子谈恋爱啊 我们不会插手的 不过呢 确定了关系 我们两家人还是要见一下 比较好 是啊是啊 见见面 知根知底 多好啊 妈 我们没有 萌萌 妈妈知道你害羞 没事的啊 你谈恋爱 妈妈高兴着呢 爸 阿姨 我想 我们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都怪你这臭小子 人家小姑娘害羞 你还什么羞啊 还藏着掖着的 我告诉你啊 你可不能做那种 不负责任的人 爸 爸 不是 叔叔 我跟褚妍 不是你想的那样 哎呀 萌萌啊 我们这都见着了 你就不要再瞒着我们了 要不是妈妈也上网啊 还不知道你要瞒我们 到什么时候呢 你知不知道啊 你爸爸知道 这件事情的时候啊 这都开心的 差点哭了呢 我有话要跟你说 叔叔 不好意思让你们误会了 这 他们 嗯 楚颜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我妈妈 是带我来见你的 而且还把你当 她应该是看到 微博误会了 没想到 那场乌龙罩还有后续呢 你生气了吗 没有 我只是觉得有点好笑 对不起啊 打扰你的生活了 没事了 就是长辈误会而已 我们只要回去解释清楚 就好了 更何况 我们心里又没有鬼 对不对 那如果我心里有呢 你说什么 对不起 你 你 对不起 你 你 对不起 你 对不起 对不起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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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还有 老板 刚刚查到 傅威宁最近买了几张 不同时期 飞往国外的机票 可能是障眼坊 以防万一 先派人去机场盯着 好的 老板 有事吗 没事 没事就好 沐沐 你快收拾好了没有啊 马上 那就给你五分钟 要是你还收拾不好的话 你就要再奖励我 我就在这儿等着 这个月我们伯爵旅拍的业绩又创了新高 而且客户好评不断 新媒体热度也持续总高 很好 这都要感谢各位 伯爵旅拍能有这样的成绩 离不开各位的贡献 所以 这个月的奖金是不会少的 好了 那所以我们下个月要继续努力 我们争取下个季度 业绩也提升百分之二十 好了好了好了 今天会就到此结束 回去吧 谢谢 谢谢 老师 到底应该怎么解释啊 妈妈 我 我在烦什么 怎么一直想起他 又不是我主动的 夏琳姐 那我先回房间 明天九点半出发 好 我知道了 你回去早点休息 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天见 林依周 我相信 你怎么来了 我提醒你一下 今天什么日子 今天什么日子 生日 不对啊 早就过了 结婚今天日 也不对 我们还不到一年呢 那是什么日子 今天是我们婚后 第一个七夕 对啊 七夕 我当然没有忘啊 我本来就想着 收工之后 回酒店第一时间 喜香香 然后给你视频呢 现在你来了 那不更好了吗 那你现在也可以 去喜香香啊 我也可以跟你视频啊 这些 都是你准备的 浪漫不浪漫 感动不感动 太感动了 比我演戏的时候 还要感动呢 你以为就只有这样了吗 还有更感动的呢 因为我oj 我掌 XX ый 你以为会要咱们 你怎么知道 我最爱吃这家麻辣烫 你就说我认识你很久了吧 你喜欢的东西 我都记着呢 我始终是让你的 但我一直要动 不然没一棠 我会不是 那你会聪明 你都在干什么 我只要一天 他不知道 我希望以后每一个气息 都能和林先生一起过 沐沐 以后的每一个气息 我都不会缺席 干杯 好吃 你那里还有方便面呢 有啊 那你先回去 然后一会儿开车注意安全 沐沐 你说你这么忙 忙得都没有时间嫁给我 你不觉得很对不起我吗 这个 现在唯一可以消除你心中 对我愧疚的方法 就只有一件 就是赶紧把我们俩的婚礼 给解决了 你说对不对 嗯 那等我拍完这部电影 我们就办婚礼 你说的 那我可记着了啊 好啦 好啦 那你回去吧 我也准备准备 该出宫了 去吧去吧去吧 走了啊 去吧 去吧去吧去吧 岁月 你再去吧 你还想想chãy 不认识的 不用认识的 这个 frequently 要不要 走了 睦睦 到了 記得給我打電話喲 我知道了 拜拜 拜拜 你等我拍完這部電影 我們就辦婚禮 你說的啊 等我拍完這部電影 兒子 好好個結尾 diy 去年一宿 你都說不定 你還好 你快給我 你爬錢 我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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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又怎么了 睦睦 你到房间了吗 我刚到房间 好 那你听我说 你今天不要自己一个人待着 让医院好好陪着你 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傅依宁刚才约我见面 所以在我回来之前 你都不要自己一个人待着好吗 那你要一个人去见他吗 你放心吧 没事的 光天坏日之下 她不敢拿我怎么样 我 谁啊 夏琳姐 我们对一下今天的通告 玉元 你等一下 玉元已经过来找我了 那你乖乖待着 不要乱跑 好 干活吧 我联系不上他 夫人 老板在你那儿吗 我联系不上他 她说去找傅惟宁了 你不知道吗 傅惟宁 我刚听的消息 她已经离开了 我们二十分钟前 刚通过电话 她确实后我说 去和傅惟宁见面了 马上帮我查一下 从夫人酒店出发 二十分钟车人内 有没有傅惟宁什么产业 或者她经常去的地方 夫人 你继续说 她说傅惟宁 不敢对他怎么样 查到了 两处房产 还有一处冰库 两处房产 还有一处冰库 还有冰库干什么 冰库 怎么这么热 你们不热 闻力 你把冰库的地址发给我 然后你控制楚夜 你们去那两个地方 我们分头行动 好的 夫人 御元 我出去一下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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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 封 傅威宁 金磊 再来 Olaf 冬 靡 是 林一舟 林一舟你在吗 林一舟 爸 又来一个 挺好啊 买一送一嘛 做活动啊 去吧 外面有人吗 有没有人 林医生 林医生 你醒醒 你醒醒啊 林医生 你醒醒 林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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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睦睦 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不是让你一个人带着 不要乱跑啊 好了 你别啰嗦了 我们现在想办法 看怎么出去 你醒来的时候 门也被关上了 对 你看到这里 还有其他出口吗 就这儿你的医生 不行 我得找找 我都会带着 你们在哪儿 你这是什么事儿 好 是的 你一定会在那儿 我 我想给你 你怎么会把这儿 因为还要脑海 你咱们 你咱们 把我们关在这里算什么 你个缩头乌龟 有本事出来见我们 怎么这么热 你最挑补一种没头的男人 怎么这么热 太热了 林医生 你把衣服都给了我 衣服冷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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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抱着我就行了 我不冷 没事 没事 我这么好看的脸 也都成冰块了 我给你捂一捂 都都要好一点 好得了 萌萌 这个文力可真傻 他怎么还找不到我妈 等我们出去了 我一定往他发推到北极去 我一万都不让他回来 那不行 他走了 菲菲怎么办 这个时候你替贾飞干什么呀 我 好热 太热了 太热了 你先带走 不要EN 你看 我在还 你怎么做 你怎么能干 你怎么干 你怎么做 有 然后我 刚刚今天 你没放过 嚇 嚇我 對 嚇你好了 別睡啊 睦睦 不對 我們的小兒肯定不嚇你 肯定嚇我 想我都好呀 這意思呢 就不嚇你 睦睦 睦睦 你別睡啊 睦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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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睦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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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位娘 我知道你在這兒看著 你一定不會錯 我教壞我的機會的吧 我給你一個機會 你出來呀 我跟你面對面 陪你燒我 好不好玩 放了夏琳 我陪你久了 不對呀 這是我的遊戲 我說了算了 要不你求我吧 你求我求到開心了 也許我會放了他 我求你 放了魔吗 不对 没有诚意 我要看到你的诚意 要不你跪下求我吧 向我下跪啊 跪下来 快点 不可以 我不允许我的男人 向任何人下跪 不可以 不可以 满意了吧 我觉得还是不得对 不是这样的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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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一舟 我不高兴 我真的很不高兴 要不 你跪到我跟前来 说不定爬到我跟前来 那我就高兴了 来 来呀 爬过来 快快快快快 快 对 来 来啊 林一舟啊林一舟 没想到你有这么一天吧 傅伟宁 你逃不掉的 你现在就放我们走 我 我保证不追究 你追究什么 我不在这儿了 我已经离开这个城市了 我搭飞机走了 你不是让文力去找我吗 文力是我的证人啊 你冷吧 你冷吧 不会啊 我觉得这里挺舒服的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 我才能稍微安静一点 稍微忘记那些痛苦的日子 夏令 你看看 这就是你的男人 一点尊严都没有 一点自尊都没有 哎呀 林一舟 像你这种含着金汤池出生的人 也能被我踩在脚底下 不是我说 你当年是不是嫉妒我 嫉妒我样样比你强 样样比你好 所以你财户就举报我 傅妃宁 你太可笑了 我说过不是我 你被开除是因为你自己作弊 我亲眼看到你进了教导室 然后你走出来 接着我就被开除了 是你知道吗 就是你 没有听明白吗 她说不是她 孟 孟 你信她 我信 她说的我都信 你如果不是因为她 我妈就不会死 如果不是因为她 我不会被开除 我连我妈的最后一遍我都见不到 你信她 你出来 你出来 出来 出来 慾慾 啊 莫莫 你快点醒过来吧 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做呢 你最喜欢的婚纱照还没有拍 还有 还有 我还欠你一场梦想中的婚礼 你快点醒过来吧 你给我个机会 让我替你做好吗 莫莫 你快点醒过来吧 我们的未来还 莫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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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着怎么样 莫莫 你是谁啊 我 谁是莫莫 我叫夏琳 医生 莫莫既然已经醒过来了 她是不是应该就没事了 夏小姐一切都正常 不过这几天呢还是要注意观察 可她 可她为什么会不记得我了呢 是这样 夏小姐因为大脑受到激烈的碰撞之后 造成脑肌血 血块呢压住了部分记忆神经 导致失忆 万幸的是血块比较小 没有造成太大伤害 那怎么样才能消除这个血块 这个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手术治疗 手术放出血之后呢 就会恢复记忆 另外一种呢就是药物保守治疗 这个需要时间 也许一个月甚至几年都有可能 手术有风险吗 这算是一个小手术了 不过也不能完全保障 那药物保守治疗吧 好 琳琳 你知道我是谁吗 菲菲 你是在耍我呢吗 那我呢 你还记得我吗 楚颜啊 你还记得我呀 我当然记得呀 我们是一个公司的 你现在是公司最利捧的偶像 你怎么会来看我这个 三十八线的小艺人 你的发型 怎么跟之前不一样了 难道是公司 安排的什么慰问拍摄吗 不是 我自己来的 你都不认痛 我当然认为你 给我的照片 我看了 我不认为你 对我 你那么认为我 我认为你 这不有关 我认为你 努力奋斗事业的嘛 那你知道 今天是几号了吗 六月八号啊 我生日啊 对了 你不是说有个世界 让我去试试吗 现在什么情况 人选定未定 我还有机会没有 灵灵 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情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什么事啊 我 夏琳 现在是主二线一人 不是三十八线了 我还跟你合作过好几部剧 是啊 而且我已经退圈了 退圈了 灵灵 还有个很重要的事情 告诉你 她是你老公 国家认证过的 老公 菲菲 你是不是在写什么剧 耍我呢吧 还是说 你们在录节目 变形记 房间里是不是有什么 隐形的摄像机啊 木木她们说的都是真的 我们真的已经结婚了 你看这是我们的结婚证 你有印象吗 楚言 我是不是在做梦啊 你敲我一下 你自己看 这真的是你们的结婚证 你现在知道既不是做梦 也不是拍戏了吧 我这两年 是睡过去了吗 木木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 我一定会让你想起来的 这位先生 不好意思啊 我真的不知道你是谁 我也不知道 我们当初为什么要结婚 更何况 我还年轻 我怎么会这么早就结婚了呢 计划总是赶不上爱情的 你别打岔 还有 就算我们是真的结婚了 那我也不知道 我们婚后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 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你是我老公这件事情 对不 楚言 老林 你别太担心了 夫妍妮涉嫌谋杀 已经被抓起来了 你别想太多 他只是刚起来 等下就好了 好了 我先走了 有事情联络我 没事了 我先走了 这么久啊 是啊 这么久啊 不要怕 不要怕 你好 有人吗 我们被关电梯了 我们已经去找维修人员了 请你们耐心等待一下 好 你放心 他们应该很快就来了 好啊 你没有带药吗 来 吸这个 好点吗 还好 对了 你上次说 你的亲戚里 有人也有哮喘吗 其实 我没有家里人有哮喘 是因为你有 我觉得可能哪天你会用上 所以我就一直待着 那你来医院 是来看病呢还是 我没有跟踪你啊 我真的没有啊 你不用这么着急地给我解释 是 我没有怀疑你 你之前说 我是特别的 为什么 我没有想过 我没有想过 我可以这么自然地和一个男孩子接触 我 我小时候经历过一次诱拐 虽然被解救了 可是后来 我就患上了孔男症 其实我很害怕单独和异性接触 有时候触碰到 甚至会过敏 虽然听起来好像很假 但是是真的 那天在咖啡店 我发现我居然对你不会犯病 那天我真的很高兴 那是我第一次可以这么真诚地和异性接触 所以 你之前才都一直戴着手套 嗯 我今天来医院 就是来做定期的心理治疗的 不 不过我现在已经好多了 嗯 还有啊 那天晚上 里面的人听得到吗 哎 我们在 啊 稍等啊 我们正在维修 马上就好 好 对不起啊 你为什么要道歉 嗯 我那天是不是吓到你了 虽然我真的很喜欢你 但是我好像不应该这么失礼的 嗯 嗯 他倒露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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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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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不方便呢 我是失意又不是残疾 这里是你家啊 你怎么知道我家密码 密码是你第一次获奖的日子 一八零七一六 林先生 谢谢你送我回来 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再见 起来 睦睦 你还有事吗 这也是我家 林先生 既然你是我老公 那可不可以也迁就我一下 我现在还需要一些时间 去消化我们已经结婚这件事 你要是在这儿的话 我可能没有办法清静了 林老师 你先回去吧 睦睦说得对 你需要给他一些时间消化 好 有什么事第一时间通知我 好 那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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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